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下午好 我是玫瑰大师丁爱真 刚刚迎接了2019年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事事如意 那讲到爱多美产品呢 早上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 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 爱多美及生活 生活及爱多美 大家同意吗 同意 那么从我自己说起吧 早上我一醒来 眼睛睁开的那一刻 就是揭开我的玻璃丝面膜 对吧 玻璃丝面膜还好好的在我的脸上 那么我揭开我的玻璃丝面膜之后呢 我就开始喝一杯 就是喝一杯水 喝一杯大大杯的水 之后呢 我就开始吃我的 蜜蜜蜜 那吃了蜜蜜蜜之后呢 我就开始 大概等待差不多半小时左右 我就开始吃什么呢 吃爱多美的瘦身肠 虽然新加坡没有 但是我们从 韩国那边运过来 我希望新加坡能够 早点的能够把这个产品带进来 那我虽然不是为了要瘦身 才吃这个 因为以前嘛早餐我都是随随便便的吃 那这个呢 里面营养都帮我算好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 它上市之后我就开始这么吃 那吃了这个之后呢 就等于吃了我早餐了 非常的有饱足感 那接下来呢 我就开始吃我的保健品 我吃什么呢 我是VC 益生菌 酵素 然后还有就是叶环素 鱼油 还有腹肝片 跟淮花铝王 那这些产品我怎么吃呢 我会一次过一起吃 这是我的习惯 可能你们不要学 这是我的习惯 因为有些人会问我 那么你这样子吃的话 一次过全部都吃进去 肚子里面能承受得了吗 我每次跟他们怎么样分享呢 我说想请问一下 当你们吃一餐饭的时候 你们只吃白饭吗 你们是不是吃鱼 吃菜 也吃肉 还喝汤 是不是 那如果每一餐都这样吃 肚子里面都打架的话 你们还能够继续这样子吗 所以这是我的习惯 之后呢 我吃完了之后 我就开始刷牙 洗脸 我用什么呢 艾多美的牙膏跟牙刷 洗我的 刷我的牙齿 对不对 刷完了之后呢 我就用我的洗脸酸 艾多美的那个清洁事件组的 洗脸酸洗我的脸 洗完之后呢 我就去冲凉 冲凉的时候用什么呢 用的是艾多美的沐浴露 对不对 然后洗发水跟护发素 用完了之后呢 那我出来之后我做什么呢 我用艾多美的毛巾 擦我的身体 很多方面吧 是不是 之后呢 我要做了什么呢 我就开始用我们的护护品 对不对 用我们艾多美的护护品 所有的护护品我都用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用的是什么呢 那个艾多美的防晒霜 体量霜 BB霜 之后我再用彩妆 艾多美的彩妆 用完之后呢 接下来做什么 我用艾多美的吹风筒 吹我的头发 把我的头发吹干了之后呢 抹上艾多美的发油 之后呢 我就开始呢 换上用艾多美洗洁剂 洗干净的那个衣服 穿在我的身上 对不对 然后我就在家里呢 那个家里准备的武昌 用的武昌是什么呢 用艾多美的调味料煮的武昌 我就开始吃 吃完了之后呢 我就带着衣服 我们艾多美的 就是红身泡的那个水壶 然后呢 穿上艾多美的袜子 我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艾多美就是我的生活 它已经深深的就是影响 就是进入到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里面已经离不开艾多美了 那今天当然不是说这个 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说送礼 对不对 那讲到送礼了也让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在我遇到艾多美之前 我都是那种每年就是两次百货公司打折的时候 我会去就是把一年的那个付货品都买下来 那当我遇到艾多美的时候 产品的时候 肯定我手上还有一些还没有打开的产品 对不对 还没有用 那当时有人给我提议说 你应该拿去送个人 可我当时我怎么样回答他你知道吗 我说我现在 我会把我喜欢用的东西 因为我不喜欢用的 我已经不再用回了 对不对 我所以才会把它送给人 那我自己都不用的东西 我也不想要送给人 我当时 我说我要送 我也是买艾多美的产品去送 对不对 那大家说这样子有没有浪费到 没有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年来 他让我省了很多钱 我已经执毁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讲 那现在呢 OK 那我们就来就是了解一下 今天呢 我们大家一起了解看 就是过年都要送一些什么礼给大家 送礼是不是要用心 礼用心了 那么对方就会感觉到你的细心 也会收得非常开心 好不好 那第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 红生 艾多美的红生 红生呢是送给谁呢 长辈 父母 对不对 因为红生是非常非常棒的产品 大家是不是 公认了对不对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是不是 应该几百年吧 我讲错吗 应该是有很久的 我们讲悠久的历史 这样子比较好 好不好 那么红生中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红生罩缸 是不是 红生罩缸 我们爱多美的红生罩缸呢 人生罩缸里面有 RG1 RB1 还有RB3 那个含量高达 就是20毫克 那么红生是不是可以调整 它可以调整我们的体质 可以增强体壮 可以送给父母亲 是不是最棒的一件礼物 对吗 怎么这么安静啊 大家都买了吗 过年送你的东西准备了吗 还没有就对了 还没有现在就回去有一个概念 是不是 送给父母亲就是最好的礼物 那爱多美的红生呢 是采制于韩国百分之百的 采制于韩国 那么里面呢 红生龙缩萃取粉 占百分之九十七 还有红生粉占百分之三 所以是百分百的红生 那么这边 大家可能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红生 有没有听到声音 它里面是颗粒 颗粒状的 是非常纯正的 一百八仙的韩国的红生 那么红生可以做些什么呢 爱多美的红生呢 它也拿了专利的技术 专利的证书在韩国 红生对人体有什么好处 很多人都知道吧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实际上 可以抑制建老 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还有提高老力工作者的能力 另外还有症痛作用 就对身体各种的疼痛症状 都会有所帮助 那么它也可以防癌 抗癌 红生罩肝的成分 可以抑制 癌细胞 那个增殖活性 也可以抑制 癌细胞的转移 那么也可以控制 糖尿病 因为红生含有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那么人生造肝 能够改善高血糖 对提高 有效的可以抑制 糖尿病的发生 那么也可以健肝 就是红生成分中 有抗肝炎的活性 也具有解毒 保护肝脏 及促进肝再生 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压 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 那么改善血压的循环 灶肝成分呢 促进血管 血管 皮 血管类皮 细胞释放 一氧化碳 所以可达到降血的 降血压的作用 那么也可以 抗疲劳 抗压 可以让人提高 就是恢复体力 也可以提高运动力 抗压的能力 那么也可以改善 女性的跟年期 也可以改善男性的功能 障碍 那么也可以 应该是抗 应该是抗氧化 抗老 所以有很多的好处 对我们人提 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一般我们会讲说 大概中老年的人 是最需要的 身体比较衰落的人 或者是 上班族也是非常疲劳的时候 那么也是会需要他 那么经常有应酬的人 喝酒的人 或者夜睡的人 这样的人也是需要他 那么 最重要就是可以增强体力 对不对 那么它也是我们过年过节 送礼的最佳的一个选择 是不是 它包装非常的精美 是吧 送给老人也好 送给长辈也好 送给父母也好 它是 我们也可以讲一句话叫 高大上 是不是 就是 而且我们买的价钱又不贵 是不是 而且非常方便使用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可以泡茶喝 朋友 亲戚朋友到家里的时候 你过年的时候 亲戚朋友来家里 你如果泡的是人参茶 是不是非常的高大上 是不是 另外呢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带出门的时候 也非常方便 我刚才说的 我每天出门的时候 会准备衣服 就是放在保温瓶里面 带出去 那么一整天就当做 我自己的这样的饮料来喝 OK 还有呢 另外一种吃法就是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就是直接 好像我们吃益生菌一样 直接放在嘴里 然后配上开水 这样子吃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的 红生一盒多少啊 会员价 118 非常的便宜 对不对 我前几年 还没有遇到爱多美之前 那个时候 我去韩国 去旅游的时候 花了好多钱 干了一大箱回来 结果 为什么会没有吃呢 就是因为它不像爱多美的 红生这样的方便 随时都可以拿了 就是泡茶喝 或者带出门喝 它是粉状的 所以你有时候会忘记吃 或者是有时候会觉得不方便 就没有去吃 所以反而有时候放到过期的 都扔掉 没有吃 非常可惜 那爱多美的红生丹呢 我是买多少 一定会吃多少 而且我一直很喜欢 就是回家见父母亲的时候 我一定会带给他们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Hemohim 为什么要提到Hemohim呢 就是讲到红生 我就会想到Hemohim Hemohim是我们爱多美的什么呢 明星产品 对不对 那我们的Hemohim 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当归 穿雄 跟白勺 这三种主要的成分 那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副成分 对不对 那当归呢是我们通过原子能研究院生化科学部研发出来的 最新植物性的复合式食品 就是我们的保健食品 对吗 那Hemohim呢 我们在韩国 美国 日本 欧洲 都获取到专利 获取到专利 主要是什么呢 它可以帮助改善我们的免疫力 那么Hemohim呢 它可以有激活自然杀伤细胞的功能 它可以帮助细胞因子的合成 有没有注意到 另外呢 可以最主要就是提高免疫力 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 所以我每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Hemohim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军队 它可以帮我们杀死不好的细胞 还可以帮我们提高好的细胞 这样子讲可不可以比较简单一点 那么Hemohim在美国FDA 也是拿到了就是验证成 验证为非常安全使用的保健食品 所以大家可以非常安心的使用 而且Hemohim跟我们的红生配搭的话 那么功效可以增强四倍以上 那Hemohim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普通人应该怎么吃呢 我们Hemohim一盒里面多少包 大家知道吗 60包对吗 那么正常的保健的需要 一天吃两包这样的量 那么一盒就是一个月的量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对癌症患者呢 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可以减轻癌症患者 在就是做化疗的时候的一些副作用 所以它也是我们抗癌非常好的辅助食品 那么它还有造血的功能 能深入骨髓提高造血的能力 那么有增强血液细胞活性 能够缓解头痛 改善贫血的症状 所以女孩子如果贫血的话 是非常需要她的 你吃了你就会知道 那么它也可以就是缓解月经的不调 那么也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 就是吃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就是越来越健康了 那么主要就是增强免疫力嘛 对不对 促进免疫的细胞 那么可以大量的繁殖 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 那么其增强免疫的效果 比三参 红参及菌类产品 就是强了40倍 所以红参要吃 Hemohem更要吃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讲 那么他刚才说的 这个也是有辅助抗癌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配合着红参一起的话 那他会就是公半四倍 好不好 四半公倍好不好 OK 这是我的口误 不好意思 OK 那Hemohem多少钱呢 138 PV多高啊 54600对不对 那我会建议大家买四盒砖的 是不是更划算 四盒砖价钱才496 平均一盒才124块 那么他PV多少 20万啊 天哪 我为什么要讲天哪 因为我当我进来艾多美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10万 所以大家是不是很 是不是非常幸运啊 公司 艾多美公司好不好啊 太好了是不是 一直都是怎么样 价钱不变呢 一样的 以前四盒也是496 价钱完全不变 那么PV增加了 那接下来呢 艾多美的石榴果栋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 为什么我也是送给亲爱的最佳的礼品 那么送完了父母 送完了长辈 要不要买盒送回去给你身边最亲爱的人啊 亲爱的人是谁呢 太太也是亲爱的嘛 先生也是亲爱的嘛 好 我不会只叫大家 只买回去送给老婆 可以送给先生 我接下来告诉大家为什么 那么我们艾多美的石榴美人果栋呢 是产自于土耳其的安塔利亚 土耳其安塔利亚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它是个地中海地区良好 就是空气跟土壤都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这样的地方所生产的石榴 我们的艾多美的石榴呢 是100%踩至于这个地点 这个地点被誉为什么呢 神的度假天堂 大家去过吗 我还没有去过 看到这个我好想去 有一个冲动 想马上去了解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所以下一个旅游的目标已经有了 好不好 有没有人要跟我去啊 好的 我们祖团去 顺便还可以去那边踩石榴好不好 那么石榴呢 它是有助于美容的女性健康的果实 对不对 那么古代呢 第一 我们第一世纪的那个西方美女 我们叫克利奥伯特拉 其实简称为 是称它为埃及艳后 这样子的话大家会比较熟悉 对不对 埃及艳后大家会比较熟悉 对吗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也是非常喜欢石榴 那我们东方也有一个东方美人 四大美人之一 杨贵妃 他也是非常 杨贵妃 他也是非常喜欢石榴的 大家不要笑 因为这是我们福建南方人的口音 理解了吗 语言嘛 听懂就好 OK 不过我必须要改善 好 谢谢大家 那么这样子的石榴呢 也被称为女王的 女王的果实 对不对 那女王的果子 红石榴 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我们把它归类为五大好处 第一 看衰老 看养化 这个是每个人都爱的吧 对不对 到了一个年级之后 就会怕老 是不是 所以什么产品可以看老 什么产品可以看养化 那么就是你的最爱 是吗 没有反应 不爱吗 是的 我们必须拥有它 是不是 那么这个抗衰的红石榴呢 含富的石榴多酚 发青素 维他命E等高效抗氧化的成分 它有助于抗衰老 抗氧化 对女性来说 它是很好的天然保养品 那它对于高血压的人也是有预防作用 红石榴含有花色树缸 有助于预防 高血压 谈料病的人也是有帮助 心血管等疾病 那它也可以缓和更年期 因为红石榴蕴含的植物性磁基素 有助缓和更年期的症状 因此对中年女性有特别的有益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 超过35岁之后 你一天一调 其实有些人会讲说 它的价格好像感觉有一点点小贵 可是我会跟大家讲 它比外面你买的泡泡茶便宜 对吗 是不是这样讲 珍珠奶茶是不是比这个还要贵啊 珍珠奶茶吃多了会让你身体不健康 这个吃了之后会让你越来越健康 所以值得吗 是的 值得投资的 那么它还有什么 天然美白 很多人为了美白天天去做蕾蛇啊 或者是买了很多的那些美白产品 或者是果酸啊之类的东西就为了美白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天然最好的 最棒的美白产品 吃进肚子里面的美白产品 效果我觉得不会输给涂在表皮上的 好不好 那还可以保持什么 骨胶原的完整 因为柔花酸也能够保持 柔花酸就是石流里面的主要成分 它可以保持骨胶原完整性 而且可以防止骨胶原流失 对皮肤组织结构有很好的影响 所以大家是值得拥有它的 对不对 那我们的爱多美的石流 石流美人果冻呢 它一包里面的柔花酸的成分 是一般石流汁的26倍 所以也可以简单的来说 你吃了一条爱多美的石流美人果冻 等于你喝了26杯的石流果子 那么它的价值是不是超值了 对吗 那么这样子的果冻一盒多少钱呢 108对不对 里面总共有多少条啊 30条 里面有30条 那我刚才说了 石流美人果冻是送给什么人呢 身边最亲爱的人是不是 包括你的先生 因为柔花酸也是对男性的 社护线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男人也值得拥有它 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送完了父母亲 送完了亲爱的 那就要考虑到身边的朋友 对不对 那做生意的人 是不是需要送一些生意上的伙伴 是不是 那这个夹心海苔 就是最好的选择 夹心海苔来自于台湾生产的 对不对 但是它的纸菜是来自于韩国的纸菜 韩国什么呢 水域 海域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生产的海菜 营养价价值非常高 还有呢 做海菜 夹心海苔海菜里面是不是需要海盐呢 那我们爱多美的那个夹心海苔里面所用的是 纯天然的韩国的海盐 这个海域也是非常干净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海盐 那么主要有几个口味 四个口味对不对 四个口味 第一个口味是什么 美国的杏仁 杏仁口味 这杏仁口味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甜杏仁 那么它是地中海型的气候所种植的杏仁 所以非常的 跟一般的外面市面上的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呢是什么 美国的红麦 这红麦呢是在美国北部栽培地区所生长的小麦 那个麦粒为红色的 那么它的组织呢 就是面状可以成粉状之软之红小麦 所以吃起来口感 那个香气是非常的足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台湾的纸米 我们去台湾是不是经常看到那个紫色的米来做成饭团 是不是 这个也是台湾呢 生产在台湾脏化优良的原生品种 所以以纯净水质与优良栽种技术所栽植的植米 所以它营养价值也是非常好的 再来一个是什么呢 中国的南瓜籽 这个南瓜籽呢 是来自于中国大连的 像沿岸地区 那么它的世纪的那个分明的气候 非常的温和 生态环境非常优越 这样子的地方所生产出的南瓜籽呢 色泽洁白 颗粒均匀 所以非常 都是爱多美都是选择最棒最好的材质 来做给就是我们的会员们 好不好 那么海盐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接下来呢 OK 爱多美的夹心海苔 我们也拿到了哈拉的社 所以在马来西亚 台湾 还有韩国 它都拿到了清真的证书 就是在新加坡叫哈拉社 那么我们的马来同胞也是可以 就是也是可以分享给马来同胞 马来同胞也是可以享用它 所以可以非常的放心 OK 那这样子的夹心海苔一盒多少钱呢 99对吗 里面有几盒 里面有五盒 所以可以送给很多人对不对 是不是 我去年有一个伙伴他刚好他也是做生意的 那他呢 刚好每个联维的时候他都要送一些礼品给他的那个生意上的伙伴嘛 那我就建议他这个呢 他一次过定了十箱 好不好 所以 怎么没有反应 十箱要不要鼓掌一下呀 所以 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产品呢 你不要担心 看到那个有效期 哇好像才六个月 对吧 你拿到六个月的就表示你拿到最新鲜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爱多美的产品 这个夹心海苔呢 它是不库存的 它不放防腐剂的 所以它的有效期就是最新鲜的 理解吗 你在市面上买可能有一些产品有一年的两年的 这样能够理解吗 所以 非常棒的产品非常新鲜 所以我们送礼品给朋友是不是一定要用心 送我们自己想吃的 送我们自己要吃的 我们在用的 安心的产品 对不对 那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就是爱多美的 好千果干 这个呢是送给谁呢 送给朋友嘛 送完了生意伙伴 送完了左邻右舍 我们要把 不要把朋友给忘记 对不对 我们要把这个果干 最好的果干呢 送给我们身边的朋友 那果干有什么好处呢 营养又方便 对不对 你不用切 不用洗 也不需要去冷藏或者怎么样 你就直接就是可以吃的 是不是 所以它是非常方便 还可以随便带出门带出国 是不是 它可以取代什么呢 高油高糖的不健康的零食 如果你家里买零食给孩子吃 你买这个给他吃 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是不是 不是吗 是吗 是吗 所以我们选择最健康的东西 给孩子 是不是 那果干呢 也可以取代那个过甜的饮料 果干可以做什么 可以泡水 可以泡在水里面 当就是果子来喝 好不好 另外呢 就是那种胃寒的人呢 他是不适合吃生冷的水果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这个果干 好不好 那爱多美的果干呢 是采制于就是台湾本土的 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就是专门挑选出来的一个地方 就是采摘的就是水果 那爱多美的果干呢 它是经过什么 全系列产品 通过SGS标准的一个检测合格 那么没有防腐剂 市面上也其实有很多果干 有些人可能会拿来做比较 为什么有一些价钱这样 有一些价钱这样 可是大家要知道 爱多美的果干呢 是挑选最棒最好的水果来做 它不是可能市面上有一些 可能用一些水果 可能不怎么新鲜的 就拿来做果干 这样你能够理解吗 那么它没有人工的干味剂 所以是完全不添加任何的 就是添加剂 好不好 还有没有人工的色素 所以你看到的颜色就是最天然 最纯真的那个颜色 还有470项的没有农药的残留 一定是就是检测完了之后 才做生产的 那么爱多美的果干呢 它是在台湾是有安全认证的 那么坚持使用什么呢 百分百台湾在地安全没有毒的水果 没有毒就是没有农药残留的 那爱多美的果干呢 它是在合法的认证厂房里面生产的 怎么说呢 在台湾 讲错 在台湾 有就是有79%的厂房 就是果干是属于家庭代工做的 所以你可能去台湾 看到很多的果干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了解一下 有79%是属于家庭代工 有43%是属于 没有合格的认证的厂房制造的 那爱多美的果干呢 是属于少数8% 合格认证的厂房所制造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挑选最棒最好的产品 对不对 那我们爱多美人是不是非常的有福气啊 公司都帮我们把关了 绝对不给我们吃略极的食品 对不对 那爱多美的果干 好吃的秘密在哪里呢 它有特殊的技术 可以锁住鲜果的营养素 46度C的坚持呢 这个就是用46度这样的一个温度 来把那个水果烤到 软中就是柔软适中 所以也不会硬硬的 也不会太软 大家吃过的人就知道对吗 或者是说36小时的等待 就花了36个小时来烘烤出来的 这个是有一个标准规定的 那另外一个什么呢 12斤选1斤 12选1 这个能够理解吗 刚才说的嘛 市面上有很多的果干 可能都只是用一些不是非常新鲜的 或者没有经过圆选的 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做出来的 可爱多美的果干呢 是这样子选出来的 所以他这个是不是已经 已经就是达到我们的什么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是不是 对吗 是的 这样的果干多少钱呢 58块 但是这个是属于季节性的产品 所以数量有限 现在目前应该还在补货中 所以大家尽情等待 好不好 那今天呢 基本上就是过年的产品 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 那大家都想想一下看 这些产品 哪些产品就是可以适合 就是送给身边什么样的人 那刚才其实说了 送给亲爱的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是先生也好 太太也好 如果你买的那个石榴果栋 再加上一盒 立你六建筑 我相信你身边的人会更爱你 好不好 是不是 然后那你身边的人 就是永远永远留在 你的想象中的那个感觉 好不好 好不好 好那 今天呢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今年呢 现在就是过年期间嘛 跟大家 再一次的祝大家 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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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